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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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真 太阳圣德导师解答的方式来分享 而近期来到了第三章 和谐人际的单元 在当中有非常多可能会遇到的 不管是跟亲朋好友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各种不同的待人处事 面对到的问题该如何做解析 太阳圣德导师都会一一为大家做解答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的第三支22章 主动权永远在自己手里 读者提问说 我和老公婚后一直住在他的家里 与他的家人相处得很不愉快 他们一直都对我非常挑剔 觉得我自己无论怎么做 都不能让他们满意 自己也知道 不能因为外面的事影响心情 但总是觉得很被动 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 我该如何处理和老公家庭的问题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如果你了解前世今生 就会明白这些人与你的前世有关 这种关系今生不能解 还会继续带到来生 不能坦然面对颇佳 就在营造一个让彼此都不顺眼的能量场 你心中悦与不悦也体现在这个能量场当中 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个人 能量场可以转变 比如在身心灵的练习中 如果两个人的能量场彼此转换之后 你的力气会转移给他 他的怒气也会转移给你 结果两个人都受到了更大的负能量 所以不如先调整自己 在心中祝福对方 久而久之 关系将会有所改善 能量不是空谈 若你能调动 就的确存在 人际关系的主动权 永远在自己手里 对婆家人也是一样 加油 人生啊 相信就成真 共鸣里落个题 就会认真 人生啊 相遇是缘分 好坏皆能皆太阳 顺一张 人生千万回 相过生 几云与风 太阳沉 幸福圆满 再赴永生 你我梦每一周 你每一周 都成真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幸福跟着来这本书籍的 第三支 二十二章 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了 跟另外一半的家人 一些互动的一个关系问题 那其实自己开始有所转变 把我们的能量场做调整之后 好的循环就会从你开始 所以也不妨把自己的祝福 带给身旁所有的人 说不定我们在能量场的一个 转变调整之后 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得到了改善 那也让其他人的生命过程当中 得到了更加的丰盛幸福 所以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法 让我们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道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 除了书籍导读之外 另外也会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了就是超码的学员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如何透过了更好的方式来学习超码 那超码到底影响改变到 我们的人生什么样的一个面向呢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来自马来西亚的凯莉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凯莉你好 子龙好 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凯莉 那凯莉还记得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 来认识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然后进而加入 然后做学习的呢 凯莉呢就是在2015年的这个年底啊 某天呢就到一家的素食餐馆去用餐 那当时呢就看到了疗愈权力这本节缘书 那就拿了一本回家阅读啊 哇阅读了这本书之后 导师书上的这个每一周记啊就是呢 深深的触动了自己的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动 那当时呢心里就一股很强的这个感受 跟这个一个很强的这个声音就告诉自己 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位太阳圣的导师 那当时啊又第一次看到太阳圣的导师 这个名字真的是很新的一个名字了 那也不晓得要去哪里找导师啊 那就这么的碰巧耶 就再隔了几个星期 那Kelly呢就到了朋友的餐馆去用餐 那当时啊很感恩呢 我这位贵人朋友就送了一本千年之约给Kelly哦 那当时啊看了这个千年之约的这个主题 就已经很吸引了自己啊 那拿回家的时候呢翻阅来看才知道 原来这两本书竟然是同一位作者 太阳圣的导师的著作书籍哦 那也很感恩哦 就这样子天地的这个慈悲的指引之下哦 感恩这个贵人结缘书的这个结缘 让Kelly呢因此就和导师和超马 结下了这份珍贵的不解资源哦 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缘分 因为就从第一次自己拿到书籍之后 没想到呢 再过了一阵子之后又有了人 再拿了第二本书来给你 然后让你更加的认识超马的心统 或者是认识了太阳圣的导师 哇在这个当中一定是收获满满 不过呢其实从了看完了书籍之后 那Kelly其实也是很想要进而做学习嘛 那Kelly还记得第一次参加的超马的活动 或者是那种比较大型的一些分享会 大概是哪个场次哪个活动 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呃我就是拿到这两本书之后 我就认真阅读嘛 那到了这个2016年的这个年头呢 那时候呢我就在报章上就是看到了有刊登一则广告 那就是呢我们亲爱的太阳圣德导师呢 即将会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宾城啊来开办这个讲座会 跟这个身心灵滋养班的课程 那当时Kelly就很兴奋哦 就带着这个当时四岁的大儿子啊去参加 那一进入到这个会场 哦那个气场就让我好舒服哦 我内心就很强大的力量就告诉自己 我来对了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找这位导师 我找了他好久好久 就心里哦 就有一股这样的声音来告诉自己 当时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遇见喜乐丰盛的自己 那当时Kelly也是第一次带着Kelly的小孩 参加这个讲座会 那当时还记得呢 这个讲座的时间大概是四个小时 差不多这样的时间 我的孩子竟然哦 可以坐静静陪同Kelly 一起听完整场的讲座 哇这个气场真的是太震撼人心哦 这个孩子呢 没有想到他一场的这个讲座会听完之后啊 他回到家耶 他就跟我们说耶 超级生命力嘛哦 导师教导我们要爱与感恩啊 然后他就主动耶 帮我做家务耶 四岁的小男孩 好可爱哦 他就主动帮我脱地板折衣服啊 我就觉得说哇太赞了 这个导师一场的这个讲座会 竟然可以让我这个四岁的儿子 就能够领悟到生命的两大密码 爱与感恩耶 没想到呢 连四岁的小朋友 哇都可以从一场的讲座当中 马上呢 就收到了这样子一个礼物和讯息 然后而且呢 是进而真正是落实在生活当中 然后回馈给自己的家人 回馈给自己的父母 连四岁的小朋友呢 哇都感受到了那么大的一个能量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Kelly的一个身上 其实也可以感受到了 真的学习抄码前后改变非常的多 像四岁的儿子 马上就有了这样子一个体悟了 那像是Kelly在进而做学习之后 哇其实到现在也好多年的时间 是不是也觉得说哇在学习抄码之前之后的改变 或者是转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呢 是的 Kelly呢真的是很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啦 让Kelly呢能够进入到超马系统来 跟着导师学习天地真理 进而呢也让自己因此而明理啊 那就是明白了这个前世今生的这个重要观念 明白了这个灵魂不灭 那也从中呢 让自己的这个思绪也打通了 然后能够就是 豁达的这个心境啊 然后能够去突破了自己过去的这些 种种的这些障碍啊 那Kelly呢 学了超马哦 不但说啊 就是圆满了跟父母亲的关系 也让整个家庭的这个关系 也更加的和乐融融哦 Kelly呢 本身哦 就是从小啊 在这个重男经理的家庭中成长啊 因为父亲啊 就是从小就是以这种打事疼 骂事爱的方式来教育我们 那Kelly就跟父亲啊 的关系就更加的就是疏远啊 那感恩也就是呢 在2016年的这个年头啊 Kelly就是参加了这个 身心灵滋养班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那就是在这个导师心法的带领下呢 让Kelly能够就是跟父亲去圆满了这段的关系 去从中作参会发愿 然后去修复了这个关系哦 我在参加了第一场的这个讲座会跟课程之后 我就开始回家就是如法实修啊 就是每天啊观看一集 蔡里薛老师所讲述的这个地址规 然后参加导师的这个美洲的网络供修课 然后从中呢也获得了很多导师这些正确的逻辑观念啊 然后去矫正了过去这些不对的思维 那自己也不断的调整改变当中啊 就是跟父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啊 那就这样子的改变呢 父母亲也看到了我真的是不一样了 然后我就从观看这个地址规的时候 我也反省到啊 真的很多像的人生各项角色 给你都没办好耶 那就开始啊走入厨房啊 从就是不会被下厨 讨厌下厨的这个美容师 就爱美的美容师 愿意的就是为爱去付出啊 那也在这个付出当中去品尝到这个 知足常乐的可贵哦 那就到现在啊 我就能够每天的下厨啊 好比啊以前啊就新年的时候嘛 都是妈妈下厨啊 Kaley就是回到家半年啊 就穿美美就坐在客厅等妈妈开饭 那我学了超马之后 我跟母亲教设调换了 是Kaley一早就起来做饭 然后就母亲就穿美美的 在客厅就等着开饭 那有一天我就从母亲的口中啊 听到父亲就跟亲友们说 哎还是生理而好 我这个三十多年啊 我做什么事情 哪怕是我在学校有得奖啊 还是什么 我都不曾得到父亲的这个称赞啊 也得不到他的认同啊 但是我学了超马 这几年啊 哎我所做的 哎父亲好像看到了 然后他也对我改观了 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激发 嗯太棒了 真的在这个父母亲的关系 得到了改善之后 哎自己在这个习性上面 也都做了调整 是不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啊 甚至是在事业啊 或者是在生活的面上 其实也是哇 这个好运接踵而来呢 是的 是的 那自从啊 跟父母的关系 就是修复圆满了之后呢 哎那父母啊 好像周末都会到我们家来小住啊 那我们三代同堂啊 就一起啊 享受着这个天伦之乐啊 孩子们都很开心 那Kerry就觉得说 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这个幸福啊 那Kerry的孩子呢 就是大儿子啊 他从2016年就是跟着Kerry去参加导师的讲座会 直到现在的2022年哦 六个年头啊 几乎每一场他都不曾缺席 然后这个大儿子呢 他的确呢 也得到了导师很多的这个祝福 得到天地的这个加持 让他呢 也时常会在家哼唱导师的歌曲 那他在去年 他就是本来很内向的孩子 他竟然呢 在参加了导师的课程之后 他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他去报名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 然后他就选了导师的作作歌曲 幸福记号去参赛 没想到第一次的参赛 他就得了几句呢 他就很开心哦 那这个孩子呢 他的确就是蛮贴心的 从他四岁跟着Kerry去参加 第一场的这个讲座回来之后 他的确也很大的突破跟改 他在学校 如果说老师啊 有给他一些奖励的巧克力 还是糖果 他都没有当场吃 他是拿回来给我们父母吃 然后夹菜的时候 他会说要夹给公公婆婆些 然后父母亲 然后弟弟 然后才来他 这就让Kerry觉得说 我真的是很感动 很欣慰 看到孩子的这么懂事跟贴心 就是我们身为父母 最大的这个安慰 也是一份就是 无价的这个礼物啊 Kerry呢 在这个疫情啊 这个第一年的开始呢 Kerry我们就是有两套的这个房子嘛 那就放了很久 没法出租出去 那当时呢 Kerry就做这个太阳心法的时候 跟太阳公公禀告咯 那希望可以顺利的 把这个房子给出租出去 那真的没想到耶 就在这样子的心法当中呢 Kerry竟然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 就把两套的这个房子 给出租出去了 然后呢 在这个疫情的几年的这个当今 让感恩先生的这个生意 也越做越好啊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在店里 一直不间断的播放着导师的著作歌曲 因为有太阳啊 也有放着这个结言书啊 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意哦 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打击跟影响 而让生意就是越来越好 那最近呢 我们也就是有装和了房子 那先生还带Kerry去选购了一辆新车哦 真的是很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超级生命密码 这么殊胜的一个系统 让Kerry呢 得到了全方位的富有哦 那Kerry的这个小儿子啊 就是从小呢 他就是有语词的这个问题 就是有轻微的这个 过动跟这个自闭 那也很感恩哦 Kerry呢 就是用了导师的这个方法 就是跟孩子做这个生成的忏悔 以及发愿之后啊 然后呢 当这个愿意做主了之后 也带着这个孩子呢 当时去参加了导师 其中一场的这个课词 把这个音乐会 就是注入彩虹的那一场次 那孩子呢 竟然呢 就参加了这个音乐会之后啊 他竟然回家 他就能够唱完导师的歌曲 然后呢 他也就是能够就是不要耳遇 就是开声正常的说 真的是太妙不可言了 所以Kerry在超马系统的这些收获 的确是哦 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哦 那非常的感恩哦 太阳圣德导师和基地的祝福 让Kerry呢 能够将所有的这些不可能 都演变成了可能的事实啊 上罗金森啊 Kerry如果没有意见导师和超马系统 相信自己也很难有这么大的这个转变 也不会有这个大新全新的Kerry哦 那先生也都感受到说 你每天啊 一回到家可以吃到哦 热腾腾的这个饭菜 就觉得无比的这个幸福啊 所以哦 超级生命密嘛 改变了Kerry的人生 那也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哦 那只要这一刻 您愿意打开新门哦 用心的来学习 做实验 那想必呢 您也都会收到 满满的这个天地的祝福和这个礼物哦 希望呢 世界各地的有缘人 也可以来加入我们超马的大家庭 让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超马而受益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成为天地 宠爱的心宠儿 祝福大家 嗯 真的是 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呢 都非常的圆满幸福哦 从跟家庭的一个关系的修复 到后面呢 也看到了哇 自己在儿子啊 或者是在家人当中的这个和乐融融的一个改变 在工作的面向上面 或者是在事业的面向 也是大有一个翻转哦 就觉得说哇 真的在这个疫情时代之下 可以有着那么丰盛富足的一个人生 真的好险的 太阳神德导师 带领着这样子一套系统呢 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满足感 那所以呢 在节目当中也要邀请大家 如果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上网呢 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来多做了解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子蓉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了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来自马来西亚的凯莉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凯莉谢谢你 好谢谢子蓉 祝福大家 因为有太阳 生命从此放光芒 再次感恩凯莉的分享 而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听个音乐 稍微的休息一下 送给大家这一首 是来自太阳神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原忠席 在音乐之后 我们进行的是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要透过了听友读者的提问 要邀请到了太阳神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来解答了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中 回眸 弄痛远中细腐足 幸福 幸福 樱徒 赶知生命的幸福 有些原来满足 满足 抓住心物 天不丰富 天不丰富 只有珍惜一途 才不会苦 满怨财物 彩天把宝足 喜悦是迷赋 生命的滋润 在喜悦低悟 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 总有感触 有福的人 总会 远走心相处 抓住生命的地图 渺渺平常 渺渺渺的路 万般总是甘儿 来世路 再把人生稀疏 不不失路 喜悦敲定谷 遥及新竹 喜悦烟 以生命滋补 远中 喜长 生 出出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 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来 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有好听的歌曲 还有书籍的导读 学员读者的分享之外 另外也会在节目当中 进行的是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透过了太阳神德导师的一个提点 带着大家一起来 领略人生的各种滋味 其实在我们的人的情绪 或者是我们会面对到的 各种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想通 或者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理清的话 说不定这些的问题 困扰或者是纠结 就会在我们心中 不断的盘旋 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这样子一个负面能量的 一个累积 其实会让我们自己 陷入了这个漩涡 然后永远都绕不开 这其实也是蛮多人 会因此走向了比较忧郁 或者是钻牛脚尖 这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 其实都面对到了 相同相似的一个议题 到底我们该如何 透过了智慧 让我们自己的心理 这些问题做排除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蓉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要来透过了读者听友的 一个提问来 请导师来回复大家的 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解答哦 像是呢 在新竹就有一位 读者听友说 他是最近才加入了 超码的一个心境学员 也非常的认同老师 在活动当中 或者是在很多的课程当中的 一些理念 还有一些看法 那最近呢 也认真的看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书 还有像忧郁说 No 开始做心法步骤 一二三将近呢 也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不过他自己哦 在长期以来 有一个困扰了 十几年的一个问题 就是呢 他有强迫症哦 而且这个强迫症呢 在这十多年来 另外呢 也并发了 这样子一个忧郁的困扰 所以他的心里呢 常常就是痛苦不堪 然后呢 好像也无处可说 那透过了导师 这样子一个 如法实修之后 他想要请问导师 真的有康复的一天吗 导师 对对 看自己啊 自己觉得会有康复的一天 就有可能有那一天 自己觉得这个病 已经困扰自己 这么久的时间 哎呀 了无出奇 总是觉得一片黑暗 那可能 就在自己的心里的作祟下 本来有可能可以康复的 也许就自己耽误了自己 那么既然呢 来到了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那么我们的系统 讲究的是科学 讲究的这些 生命啊 生活中啊 所有的这个能量的幻化 所以如果能够善用这套系统 那已经那么多的朋友 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了 那我相信这一位 读者 他也可以运用 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完备的系统 来做实验呢 看看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 让他可以如鱼得水的 解除了这么多年的隐忧啊 或者是内心的压力 就这样 嗯真的 要自己呢 有这样子一个信念 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不然好像 哎就是 在求助啊 或者是真的 寻求了医疗相关的协助 但是自己没有积极的配合 或者是自己 根本就不相信自己 这样其实真的是还蛮可惜的 好不容易呢 找到了一个方法 找到了一个入门 但是呢 没有办法呢 其门而入 或者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做学习 这样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哦 不过呢 其实真的蛮多的朋友们 在生活当中 有非常多的苦事 说不出的 像是这一位读者听有 他说他有强迫症 这其实好像一般的大众 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像是如果我们一般的朋友们 没有这样子一个状况 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奇怪哦 为什么会一直 可能重复的做某一项的事情 或者是呢 在做工作 或做某一项事情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执着 然后呢 就有那种过不去的砍 然后呢 也会造成了 其他人异样的眼光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然后导致着 他可能也会有 后续 不管是在人际的交往啊 或者是在 其他人互动相处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屏障 然后后续也导致了 这样子一个忧郁的状况呢 所以我们讲到强迫症啊 顾名思义啊 他就是会要求自己 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 他才认为这个内心啊 舒服 或者是觉得有交代 对 那么强迫的 不管是哪一种习惯 或者是话语 或者是动作 他也就是在 什么样的一个 机会点下 他突然的 有这方面的倾向呢 那后面随着时日的增长 所以让他在 这个议题上面呢 越来越觉得 有这样的必要性 达到他阶段性的平衡 那么在这样子的 一次又一次的 这么笃定的做法中啊 他已经建立了他那一套 必经之路啊 他才认为这样子的一段洗礼下来 他才能够从里面 得到他心中的平安 或者是说服了自己 认为负了责任啊 或者是把什么事情做到位了啊 他才觉得刚刚能够满足了自己 对于这件事情 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个认同和看法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里面来分析 我记得以前我们 在年轻的时候去当兵呢 当兵前呢 是有一些习惯 但是这个部队的新兵训练中心的时候 这个教育班长 一个面临一个动作的情况下 那些原先你认为自己应该 什么事情必须如何做的 那一套全部被打破了 然后你就会回想 诶 我在当兵前 好像很多的这个仪式感啊 或者很多的这个 也是一点 多多少少一点 好像自己的一套 你说是强迫症嘛 也没有那么严重 但你说 这一定要这样子的 做法去完成这件事情嘛 那时候自己 可能就这么样的 一次又一次的走过来了 所以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模式 但是因为进了军队呢 在实际的状况下 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 想到你要该 那么样子去做才是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训练中心呢 这么多你要面对的压力啊 或者是指派的任务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操演啊 已经把你前面 你觉得要做的那一套 全部打破了 所以呢 你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中 解除了 这个一直以来 你认为要怎么样 才是对的一些做法 那放到这个日常生活中啊 就是有些人他的强迫症 比如说有些人 他说他洗手要洗十次 才会觉得洗得干净 对不对 我们就要去想哦 洗十次是谁定的 是他自己定的 对不对 他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数字 他觉得可以match 达到一个阶段性平衡 他定了十次 那反问啊 那如果洗一次会怎么样呢 他心中不舒服 对 他觉得他没有洗 或者有些人他觉得要洗澡 一定要洗 上肥皂上个三五次 他觉得洗得干净 对不对 对 那这里面呢 他可能有一个 错误的观念也好 或者是听人家讲的经验也好 所以可能无形之中呢 建立了他对这件事情 他定出来的一个准则 所以他觉得要洗十次呢 我的手才能洗干净 那我们反问呢 如果洗一次会怎么样呢 那他说我没办法 我必须洗十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种拉扯 对 就是说你理性里面 如果我洗一次 你能不能接受 但在他的这个固有的这一套 这个固定做法的 产生的这一股能量 在那边附和着他的 他就好像一团呢 云雾在他这边呢 已经成型了 你要洗一次呢 他这团云雾可能没办法 饶过他当下那个决定 所以可能心中产生惶恐不安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结论 让自己不好过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 你洗十次的这个概念呢 是因为笃定洗干净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只有洗一次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 你告诉自己一个理由 而这个理由呢 是你自己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专家的研究 我们洗一次手的时候 可以杀掉99%上面 手上的细菌 对不对 或者说你去买一种 你认为特别好的肥皂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杀菌液 对不对 告诉自己呢 我这一次呢 买这个好的肥皂 这个杀菌液呢 洗一次呢 可以抵过 平常洗十次 如果你可以自我的说服 那渐渐的接受 然后真的去洗的时候呢 来看这个洗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这样做 可能性的调整或改变呢 在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中呢 他就有可能渐渐的减缓 强迫症的趋向 但是呢 强迫症的这个当事人呢 往往他不愿意怎么去做的 也是 他觉得这么样的做法呢 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答案 交代 所以他觉得那个是徒劳无功的东西呢 他连碰都不想碰 所以就这样子呢 可能今天觉得洗十次 才觉得心安理得 可能隔了一年以后 觉得要洗十五次 都有可能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问题加重了 其实这里面呢 真正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种能量的运作 就是说他在洗手的里面呢 他产生了一种感受啊 是好的 而这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能量 那他要把这个 每一次的感受加在一起 要有十次呢 产生的最后的总能量呢 来说服他自己 他洗完了 OK了 但是这个能量 难道我们不能够 用一个方法 去其他的方式取得吗 是可以的 所以在超越生命码系统里面呢 我们讲的就是能量 我们讲的就是在世间上 各种主题里面 我们如何来应对 如何来做实验呢 因为天地的运作 与我们相共振 所以产生了一般常人 你很难去想象 天地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何产生什么样的能量 什么样的共振呢 但当你接受到一股 很强大的能量 是天地的祝福也好 或者是天地的 某种的一些礼物也好 圣二姐你觉得 我好像这会儿我不需要洗十次手了 可能一下子还没晃神过来 他觉得 我这样洗三次我就好满足了 是不是 也是 那可能洗三次再隔三天一个礼拜 他觉得我OK了 我就洗一次 我这样觉得好满足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对他就有用了 那其实江湖一点绝 说破了真的没什么大道理 就是能量场的运作 仅此而已 是这样的 我觉得真的听了导师这样子一个分析 还有一个理论的一个建立 我觉得哇好清晰 因为真的好像强迫症的朋友 像导师所说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的定定 比如说要洗十次手 这样子才可以达到自己心理当中的一个平衡 其实这些都是自己建立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自己这样子建立的逻辑 或者这样子一个思维 其实都是这个能量的一个转换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把这个能量有所调动 把它换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让自己可以有所波转或者是想通 这可能就是让我们人生可以豁然开朗 有解答的一个关键了 其实这样子一个强迫症的朋友们 真的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 一定也面临到了蛮多人 不一样的一个眼光 但是我们说回来 一般大众 其实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强迫症的问题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是会有非常多过不去的地方 就像是导师刚才也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在当兵的时候 那在当兵的时候 这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训练 还有一个教条 其实也帮我们做了蛮多的一个规范 可能我们在入军营之前 我们有自己蛮多的这些小习惯 或者是所谓的仪式感 好像我们每天都固定要做 或一定要达成 但是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比较严谨的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着我们自己随心所欲的做的话 这样子做调整之下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可能 其实这些可能自己在我们的人生历程当中 这些习惯或者是这些的状况 要如何做打破或者是做这样子一个调整 其实我们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方式 如果到底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面对到这些困难 或者是我们在个性 或者是在人际互动相处上面 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关 我们要如何去做排除呢 休息一下 先听个歌曲 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此作曲的人生几何 在音乐之后 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再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 在我们附组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持续跟大家做提点 百花岁好终究像立歌 人生精彩总还会永隔 千山万水情 人生几何 要喜马入梦谈如何 看懂了就会把握每一刻 生饭皆如意 人生几何 幸主作我见小准则 夜深人尽事知如何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位 要透过了读者 听友的一个相关问题 来询问导师 到底该如何去做 这样子一个智慧的提升 可以让我们改善自己 在生活当中非常困扰 不管是一些习惯 或者是动作 甚至是个性上面的问题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柔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在上个阶段的单元当中呢 读者听友提问说 自己呢 有这个强迫症的一个问题 已经十多年了 然后在后面呢 也引发了非常多忧郁啊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 各种状况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 极端的一个例子啦 那强迫症 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过程 当然呢 可以透过了导师 在下一个阶段 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能量的转换 其实就可以多做调整 不过呢 其实我们在一般的朋友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使然啊 或者是我们 做人处事的一个方式的不同 常常也会让我们陷入了一个 转不出来一个情境当中 像是就有另外一位读者听友 他在问题当中呢 也说到了 那他自己呢 对于自己的要求呢 太过于执着 然后也让他容易 歇斯底里 或者是钻牛脚尖 他自己其实已经 发现这样子一个困扰 非常多年的时间 不过他呢 好像也没有办法呢 去做一个 转换 或者是一个改变 那想要请问导师 如果A自己的个性上面 也太过于执着 在某一点 甚至导致着这种歇斯底里 或者是让别人 也有不好的一个感受 该如何是好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也是跟人家有关系 就好像呢 有些人呢 他今天在办公室工作不顺畅 不称心 他回家呢 就一定要发脾气呢 把这气发泄出来 他觉得他才会好过 那你能不能够不要发脾气呢 他说没办法 因为我今天在白天呢 在公司里面呢 受了一肚子气 所以我只能这样子 来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在红尘中 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说 这位朋友呢 他只有一种解决方式 而他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 平几下 所以他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如果他知道说 今天他在办公室里面 不愉快 受气了 所以一肚子气呢 回家以后 如果他能够运用这个时间机会 来做可能性的一个 深呼吸的练习啊 或者是跟这个天地间相连接 感受到自己的原先的那股压力 或者是内肚子气啊 上那间融入了这个天空宇宙后 他觉得哎呀 一点气都生不起来了 那这样子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转换 又何必让自己 因为白天的不愉快呢 回家晚上以后呢 把家人找来生了一肚子气 这个全家呢 这个鸡犬不灵的 那弄到最后呢 自己的运气可能也不会太好 所以呢 生活中呢 就是事情呢 可大可小 可以简单 也可以很难的 让你步入呢 一个平步青云的一个好时光 那么会不会这其中 是两波千金的方法 那就在于 你有没有跟对一个正确的系统 那你说有些人他心情不好 他说我要去哪里这个 上炷香啊 或者去哪里祷告一下 那这也是每个人他自己的选择 那问题是就是 当你做过这些努力之后 你是不是真的这股气 或者是这种不顺心的感觉 就移除了呢 还是说 怎么样的努力 这心中就是好像一股能量过不去 其实这些东西呢 超级正密码的系统里面呢 都是可以用非常科学的观点 切入我们来做实际的 实事论事的一个讲述啊 然后告诉我们的这个读者或学员呢 其实世间上啊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你知不知道如何解决 问题里面不同方法的选择而已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其实这也是跟个人的福分有关系 当你只知道呢 心中有气 必须要发泄掉的这个习惯呢 逼着自己一定要去做 但是呢 又得不到生命或生活里面的平衡的时候 那这个人就很痛苦了 就会变成一股恶性循环 还找不到出路 那我们超级生命法的系统呢 就是教所有的全天下 有心要向上提升的人 借由简单的方式呢 来解决生活或生命里面 巨大的课题压力啊 或者是面对的难题 或者是走不出的魔术方块里面 让自己一直困窘着 跳不出来的 或者是呢 总是觉得自己不如人呢 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好好的活着 我们就必须是这样子不好的习气 让自己呢 误了一声 那这些呢 我想都是可能可以藉由正确的系统来做改变 那其实重点就是 有没有这个福分遇到 那遇到之后 有没有办法抉择 你真的想改变 仅此而已 对 真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非常的难得 帮大家呢 一一的理清了 真的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遇到了非常多 关于着自己的习性 或者是一个气的问题 要如何找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抒发 那像是刚才导师所说的 可能一个上班的时候呢 遇到了比如说 被主管骂啊 或者是被老板 怎样怎样的 那就是当然一肚子的气 没有地方发泄 那其实大家觉得 第一个最直接就是回家发脾气 或者是呢 另外一个我自己也遇到蛮多的就是呢 跟朋友来诉苦 但是我自己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 我一个朋友真的非常的爱抱怨 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在不同职场嘛 可能他说的状况 我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理解 或者是可能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可能第三者看法或者是一个解方来提供给他做参考 就他就一味的会去否定说 哎呀这个行不通啦 哎呀那个不行啦 反正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啦 然后反而好像 就是在自己在宣泄这个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反而也会影响到别人 像是呢真的常常跟这些的朋友们啊 就是负能量很强的朋友们来做相处 或者是听他来讲 尤其是工作上面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想到最后 我们自己朋友也爱莫能助 但是好像呢 就必须得接受他这样子一个负面的一个气场 其实也会影响到别人 这样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不好耶 倒是 所以咯 事在人为啊 那问题要不要解决呢 还是个人的选择 那总是有方法 总是有一个可能性的 什么样的一个姻缘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助力 那重点是呢 听众朋友们这会儿在这个福道你家节目啊 听到了这样子的一段访谈 那如果你刚好正有这种 不管是强迫症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执着啊 或怎么样的一个过不去的心坎啊 那现在刚好听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啊 你是不是愿意要来做改变呢 我想这是第一步 那有些人他说我甘愿 我很享受在每天这种自己能量的一个不平衡呢 他觉得几十年的我OK 那我觉得那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志向 对吧 但是我想一般人呢 如果你当你知道你有选择 而且可以越过越好的时候 而且在超级生理码的系统里面 我们不贪求你马上的相信 我们诚恳的邀请 没有做过实验的人来试试看呢 超级生理码的系统 在很科学的一个运作的这种实验下 看自己会不会就跟这种千千万万 世界各地的朋友一样呢 自己是受益者 一旦你有了这样子一个心得的以后啊 你才会知道 哎呀 以前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多 给自己不管是理由也好啊 或者是甚至于自己创造的那个悲哀的劲 痛苦的这种氛围 然后自己现在其中的也大有人在 他认为这样子才是 他心中感觉到那是一种氛围吧 一种味道 但却在这样子的一种 生命的这种不好的repeat中啊 把自己人生的光彩都抹杀掉了 就相当的可惜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节目中啊 那既然我们可以说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 是的都有正面性的 这种巨大的变化 那我想还是 怎么说都不比自己来做实验 看到自己真正的改变 来得有效 或者是来得相信 所以我想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能够在你百忙中啊 来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执着 害了自己已经几十年了 那这种都相当可惜的事情 所以就很欢迎大家来尝试改变看看 嗯没错 就像导师所说的 如果自己呢 这样子持续了 可能纠结啊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漩涡 可能自己也觉得 还蛮平静的 觉得自己这样可以 也没有关系 其实也很好 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不过呢 像是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两位的读者听友呢 都纷纷的透过 他们自己的一个经验当中 来提出了这样子一个询问 其实就发现了 他们是有发现了问题 然后也是想要寻求改变 但是好像呢 还没有办法找到了 更好的一个方法 不过呢 其实我觉得 愿意呢 来提出这样子一个 寻求协助 就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呢 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透过了太阳神的导师的一个解答 也让大家呢 也理清了一个方向 这些呢 都是能量的一个转换 那要如何 把我们的能量 去做个调整 其实呢 可以更有方式 大家也不妨呢 可以用科学的验证呢 来实际的去操作看看 说不定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人生 已经困扰这样子一个问题 十几二十年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来做一个改善和调整 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可以更加的跨出这一步 让我们自己呢 好像已经困扰许久的问题 也可以早一步呢 找到一个解答 和一个方法 那到底要如何去 透过了超码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一个学习 或者是能量的改变呢 也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上网呢 可以多做了解 在网络上面 大家也可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也有脸书粉丝团 同时也为了方便大家 我们在手机当中 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会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还有最新的消息 那除了网络之外 我们也有实体相关的活动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一个地点 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 我们会一同来导读到的 就是太阳盛德导师的著作书籍 另外也会有学员们 彼此分享的一个时间 所以也可以透过了 更实际更实体的方式 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学习 还有互动 不过由于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的时间 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 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我们自己最方便 来上精英会的一个时间 还有地点 或者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要进一步来咨询 这精英会相关的一个地点时间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一般上班时间 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打电话来进行询问 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也请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电话 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可以来拨打 就可以来找到了更加可以进入 我们超码的一个关键 总之呢听来听去 真的就最困难就是踏出这一步了 那自己呢都找到了一个问题 也寻求了各种的方式 想要获得一个解答 但是呢都不得情而入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带给大家这样子一个讯息 也欢迎大家呢 真的啦 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挑战 其实都可以透过了筹码的方式 来做一些科学的实证咯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一般上班时间 拨打02-5599-5439 来进行相关的询问咯 而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再次的感谢太阳升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谢谢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当中 重复收听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在不管是书籍的导读 或者是富足人生千百万当中 不同的主题当中 听到了更多不同的 太阳升德导师的分享 而另外在每周六 也就是今晚的八点钟 我们也都会在脸书 还有YouTube频道当中 会有影音的节目 因为你 音是音乐的音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 在当中我们除了会有好听的歌曲演唱之外 也会有短分享的时间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影音节目的方式 来更加的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也加入我们其中了 而今天的节目最后 来送上的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同样也是来自太阳升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谁 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 F104.1的频道 能不能来改写 穿越那生命无数次能轮回 今话岁月 生命改写 忘了叠脸花的泪 忘了我是谁 虽然好感给一丁杯 想美好美 咱过去随风起飞 流淌湾浴 幻花灵心情 秋月归会 爱足浪淘地 比泪亚受罪 恰恰好受罪 能不能不再受罪 能不能就忘了我是谁 能不能来改写 穿越轮回 离世遥远满的罪 风华雪月 生命改写 忘了叠脸花的泪 忘了我是谁 千年之缘 千年之缘 生命改写 何必执着我是谁 圆满这一切 圆满这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